Hello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来看一下 香港百年鸡叶龙脉断 无解的死穴 好 接着下来请看一下 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 建了这一条港珠澳大桥 港珠澳大桥是55公里跨海大桥 而且全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 从2009年的12月15号开始开工以后 历经10年的艰辛历程 然后呢在2018年的时候呢 就动工就是戊序年的10月24号就开始开通了 那经过这10年以后呢 整个运势呢 看起来香港应该会更繁荣才对 会更好才对 结果并不是如此 我们来看一下港珠澳大桥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它连接了香港大雨山 澳门跟广东的珠海 那这个大型的跨海通道呢 只需要一个小时就可以坐完全程 那当然啦 这个湘津的四季大桥呢 历经10年时处是可以100公里 包括习近平呢 他自己都坐在 他讲完了一句话以后 开工那一天呢 开通那天讲了一句话以后就坐上车子 然后去巡礼了 我们可以看到呢香港 他还可以看到香港机场 还有呢他有建了人工岛 我先讲一下香港的龙脉呢 从大雨山那边开始呢 其实必须有软头沙水并建 这些软头沙水所构成的形式呢 称为菊 好的菊跟坏的菊其实差很多 那么呢山川龙脉的灵气呢 山或水或高或低 或立或卧呢 菊从软头沙水形态表现出来 好我们先讲一下 什么叫软头 软头就是跟山有关 水脉呢就是跟水有关 但是他是从大海里面整个穿透过去 他并不是说 西边的水降过来的 不是山上的水降流下来并不是 所以呢要跟大家讲一下 在大海里面建了这样的一个桥 到底对香港会有什么很大的影响 我先讲一下 睡着的老虎 看起来是静的对不对 已经睡觉了 但是呢他心脏会不会动 当然会动啊 心脏是不会停止的 所以心脏就是活力的焦点 那就是说 睡着沉睡的狮子 就像在山里面的狮子一样 好那叫静 好那我们讲动 会觅食的老鹰 觅食的老鹰呢 他是不是要用 睡觉就可以觅食呢 不可能的事情 像蛇也一样 他不可能睡觉就可以觅食 他要靠什么呢 他要专注一个猎物的时候 他不管在海上要 要吃一条鱼 或者在路上呢 要吃一只小动物 都必须要全神的贯注 他的眼神 眼神就是要老鹰的焦点 那就是鹰眼 好 所以呢 取穴就是要取活动的焦点 一个是取心脏 他就算是 狮子是睡着的 心脏还是在 碰碰碰碰碰碰在跳 那么呢 在风水上来讲的话呢 鹰眼他是要动的 跟蛇一样 蛇在捆在一起在睡 那大忙蛇在睡觉的时候 他也是静止不动的 那就没有办法裂食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这个就动静要皆宜 所以一个是动一个静 那就是说我们呢 在风水上 要特别注意这些地方 火胜南方 火是在南方才会旺 所以呢 四 在四的位置 就蛇的公位哦 饼跟丁 都是属火 好 那银五续三合也属火 火旺的人呢 就是行动力超强的 如果火不旺呢 行动力就不会好 所以呢 其实呢火动克金而生财 所以呢火来克金才会生财 所以很多说那金不能备克 像今年的庚金 他就一定要火来克 才能够生财 那今年缺火啊 是不是 那水刚才讲过了 子是水哦 反而泄了金的气 反而是不好的 金生水起好运来错的 并不是这样子 所以今年大家都赚不到钱 有原因的 很多大企业都倒了 然后停工了 不是这样吗 飞机也不飞了 对 缺火 那就不行 所以这个很重要 却不能呢 无木而故本 所以呢 今年要木 还要火 这样了解吗 现在我的办公的直播台上面 全部都是木了 看到没有 一定要改善 所以呢 在风水上我们一定要改变 那金旺于西方 钱 乾坤的钱 庚跟心都是属金 是有丑呢 这个三合呢 才能够让金旺 好 丑为金之库 就是我们的丑 就是牛的公位呢 就是属金的库哦 是不是 有跟丑是三合 所以呢 如果属鸡的人 他的八字里面有丑的话呢 他就有金库的意思 所以呢 丑为金之库 基本上来讲的话 如果今年是更金年 更金年的话呢 一定要有丑 才能够有库 好 所以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 呃 我们从这个八字啦 或者从五行上呢 来看的话呢 都一定是不 跟你们所想的都不一样 好 水旺于北方 今年水旺在北方 正北哦 而且是在什么 子的宫位哦 亥认魁都属水 亥就是从去年开始 亥认魁都属水 哦 认年出生的 魁年出生的 申子臣之魏呢 就是申子臣山河 今年是老鼠年马子 所以呢 河道猴跟河道龙 这个叫申子臣山河 所以呢 利 这个亥为呢 木而生 所以呢 子跟亥都要因为呢 有木而能够生存 水可以生木 对不对 大家都很清楚了 神木需要很大的水 如果是一 小草的话 也需要雨水的灌溉 所以呢 我们都知道 其实呢 很多运势呢 并不是说 你想的那么简单 另外的话呢 我们来讲一下 任为水之气哦 所以呢 均洗木而发 发荣 要荣光泛花 要事业旺 一定是 一定要有木 才能够旺这个水的运势 这样大家了解 而且木可以生火 火一旺 金就不怕了 要克这个金 才能够得财 所以希望大家呢 在住家办公室呢 都要先改善自己的风水 店面也一样 工厂也一样 都要先改善风水 好 魏为水之质 魏水呢 的质 是加了东西的水哦 并不是真正的清水哦 好 所以呢 它的质感好不好 跟魏水有关系 所以呢 魏年出生的人气质特别好 是有原因的 它属水 但是它是属于有气之水 好 申公的金旺哦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这些都是跟 我们的五行相生 哦 都有关系 子为阴阳 阴静阳生 子今年老鼠的子呢 阴要静 阳要生 但是有没有生出痒 没有啊 是不是我们上半年看了很惨啊 满难没有生出痒 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 你看 金水反而是什么 土石流一大堆 烟大水一大堆 还莫名其妙的下暴雨 莫名其妙下冰炮 还莫名其妙下什么 哎呦 不是土石流 下什么 石块下来 九桃 有没有看过那个石头 莫名其妙的 伊朗下的那个雨是有石头的 像拳头这么大 所以呢今年呢 洗火而能够成为祭祭之格 水火祭祭呢 所以水跟火是要互相共生 共融的 这样大家知道了吗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没有火呢 没有 所以呢香港的龙脉 整个就断掉了 断掉以后呢 因为水太旺了以后呢 就会怎么样 散掉 溃散 就会溃散 这个跟龙脉有关系 所以呢我提示大家呢 那紫薇阴静阳生呢 水之专位呢都喜欢土 那没有土的话呢 他这样一个小岛是不够的 这样了解吗 因为太长了 不应该把三个结合起来 他应该是一条一条开通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会比较好 而且不能是连结性的 其实呢不管是港珠澳大桥 他香港要通澳门 他可以开一条 比如说香港通 通这个 这个广州的 珠江三角洲 他也要另外开一条 那珠江三角洲要开到 那个澳门 他要另外开一条 而不是把它连结起来 那我觉得呢 他缺了土 缺了木 就会怎么样 他应该是依山而棒行 会更好 因为有木跟火的话 有土的话呢 这个就不会断龙脉 所以很多人在盖跨海大桥 他还有 那个海盗 下面的跨海大桥 不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这个在风水上是非常不好的 那我们来讲一下 明白五行的四性呢 就要配合八卦的方位 那八卦的方位要有好跟坏之分 那我不讲太多的罪言 因为大家都不懂 那古人有七个法门 我们在风水上有七个法门 静音跟静阳 第一个 第二个呢 要八卦要正配 八卦不正配的话 比如说 乾坤不配 那就不得其位 就是当总统 不得其位 没有什么 没有德嘛 没有德就不得其位嘛 对不对 那不得其位呢 就不会有好运啦 这个就是 德要正配嘛 那也跟八卦正配的意思是一样的 纳气呢 我们要纳甲为一气 甲是为木 甲木一气呢 这个气要纳 纳足才能够有运势 我们的气才会长嘛 对不对 才会活得久嘛 三方要三合 刚才讲过了 银五绪三合 今年刚好这个月 银五绪三合 所以呢 家里要多用土窑的东西 土旺的东西 比如说 呃 米旺要用土的 所以为什么我在这两年 一直在跟大家讲 多用土 如果你要种树 下面也要有土 不是光有水就可以了 这样了解了吗 有土最好 好接着下来我来讲 甘枝要朝贵 天甘地枝都要朝贵 朝贵是什么 朝五的方向 这个朝贵 朝位的方向也是朝土 一个朝火一个朝土 都可以你的八字里面 今年一定要朝五的方向才会好 就是朝南方 好不好 那甘枝朝贵的话呢 就会有贵人提拔 有贵气 然后呢 官贵之格 如果官贵也没有的话呢 那个官位是坐不住的 当上总统 那个椅子坐不住没有用的 好 天心喜忌 天心 就是说我们呢 阴阳之气呢 就是月亮跟太阳星星 天心喜忌很重要 八卦还有八萨八药 这个八方的萨位 今年的五黄萨在哪里 我一直在教大家 五黄萨在东方 所以我在去年的预言呢 告诉大家说 五黄萨如果没有处理的话呢 怎么样都不会有好运 每一年五黄萨不一样 今年的五黄萨更凶狠啊 子午冲啊 子午冲呢 水克火嘛 水克火呢 要什么 要木 所以木可以泄水气 可以泄水气哦 要土来泄水哦 土可以吸水气嘛 所以今年一定要加强什么 木土跟火 好不好 火才不会被克完嘛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教大家应该要了解 这个五行相争 名字也是一样 你的运不好 你名字好就没有关系 你的官运不好 你要有印章 你如果不能长印的话呢 不能掌权 你根本没有办法 总统交接是不是要玉玺交接呢 所以呢 你八字里面呢 缺印的时候 你就不会有财库 这样大家知道了吗 那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都很清楚的了解 这个龙蔓一段呢 香港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救 怎么样声援都无效 不是说你想声援 全球声援都无效 真的 这个龙蔓一段就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无解 这个就无解了 那我刚才讲过 为什么呢 像我们台湾 台湾整个呢 我们到花莲去啦 到台东去 是不是依山而傍行呢 对 他要开路嘛 以前呢 蒋经国时代他不是在开路吗 开到台东花莲去吗 是不是我曾经开过好几次 这样子沿路有山有水看到海 而不是在海上这样行 海上能走的就是船 而不是车 这样大家知道了吗 海上能飞的就是飞机 还有海上能走的是船 并不是车子 如果车一定要傍山而行 一定要开路 希望大家能够更清楚的了解 这个风水的格局 非常非常之重要 那他已经开好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帮他改 而且花了十年 跟花了这么多的钱 他真的是度金度银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度金的四季大桥 结果让香港的龙脉 这样子一气就断掉了 2018年 2018年就 我那年刚好 12月的时候我刚好在香港 2017 18我都去香港 结果我香港回来以后 我看到那个珠海大桥 我说完了 香港完蛋了 因为 从那个要去香港机场的时候 我就看到 珠海大桥 我那时候就头摇了三下 我所有的朋友 美国的 跟我坐在一起的美国的朋友 回来台湾的朋友就跟我讲说 那怎么样啊老师 我说龙脉已断 果不其然 2019就发生了香港的反送中 2020香港就国安法开始了 现在才6月 7月 7月 刚好今天7月1号 我们要转运的话呢 希望大家呢 要注重风水格局 也要注重今年呢 多穿红色的衣服 多用土的东西 火跟土跟木 这三样东西一定要五行齐全 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了 如果你收看到我 今天的节目的朋友 晚上8点今天节目 明天一定要收看 我在Momo 35台 下午3点20的 会教大家如何来改运跟转运 非常感谢大家 那也希望你们多订阅我的 YouTuber的免费的订阅 YouTuber是免费的订阅 在我的右下角的订阅 订一下 然后按赞跟分享给你海外亲友同学们 那礼拜一 礼拜一都有下午3点到6点的直播 我都会把 那水晶也属土哦 我要教大家水晶也属土 迷忘 桃窑制的都属土 木的话呢 是绿色的东西 绿色的都属木 那所以我身上穿的五行通通有 你看我今天这件衣服 有带火 有带木 有带土 都有 五行都要齐聚 这样大家知道了 好 接着下来是我的微信 如果你要算命要看风水 或者呢要看自己的财运 增旺自己的运势 可以叫我的微信 现在已经几百个人家 我没有办法一一回复 除非你要算命我才有办法回复你 SKJ1NY888 谢谢大家 接着下来是我的官网 你们可以在上面找到一些开运 招财的神器 旺事业的神器 都可以在上面找 而且我会帮大家开光加持起伏 谢谢你们 祝福你们 大家好运旺旺来 也祝福香港的朋友 人是动的 地方是静的 所以呢 只要你觉得 你可能没有办法在那边生存 你当然就可以到别的地方生存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人是动的 记住了 就像飞机一样 那我们不是狮子 我们也不要天天睡在那边 所以呢 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工作 好祝福你们 平安顺利 健健康康 也祝福全球的观众 疫情赶快过去 我们都能够平安顺利的活下来 拜拜